遭到了法院裁定收押 他向检方公称是对社会不满 不过他才刚跟妻子离婚 又疑似跟鸿海打官司败诉 是不是因此导致了性格批变呢 而他在广东落网时 还召集大玩三批 全裸被打 十七号一早律师赵半可胡宗贤 顶着一头金把双眼紧闭 被移送地院开生押平 人到了法院还是一号标 在刑事局搭了一整晚 胡宗贤终于承认炸弹就是他放的 检方漏夜征讯就怕夜长梦多 因为胡宗贤一路从大陆被压解回台 态度可没这么配合 时间回到4月12号犯案 当天胡宗贤和继承车司机朱亚东 分工合作分别在高铁及立委服务处放炸弹 之后就带着200多万现金潜逃大陆 人在对岸爬爬噪 先飞澳门再转珠海广东 大陆公安最后在广东的一家酒店里 找到胡宗贤 当时他震撼酒店小姐大玩三批 还一度和公安抱怨找4个人来 只来了3个好扫兴 态度嚣张 根本不像再逃亡 得知自己被带 胡宗贤还刻意闹自杀 拿笔割颈在脖子上留下3道长长伤痕 态度超级如 就是不回答这个问题 小林乡为什么要放炸弹 胡姓男子 坦诚 因为对社会现状不满 来制作本件的暴力物 并放置在高铁列车及立委服务处 对社会哪里不满 胡宗贤没有特别说 但他本夜是律师 之前曾和郭台铭打官司 败下阵来 当天郭台铭本来要到服务处 附近参加庙会活动 有没有可能针对郭董而来 另外亲近胡宗贤的友人也透露 他和妻子离婚后 情绪变得怪异 有没有可能因此放炸弹吓人 专案小组也不排除 这个可能 胡宗贤的